哈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关键,我是爱女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恐怖短片《蓝色之门》 雅拉离开铁群岛上岸后,成了一个家庭护理工 她这次被分配的工作,是去偏野地区照顾一个孤寡老人 当她来到房子内,才发现厨房的脏碗筷已经堆积如山了 四处都盖着白布,好像已经许久没人居住了 大概是老太太手脚不方便,所以让护工把家具都盖上了,避免落灰 雅拉来到了老太太的房间,看到了正在神游目光呆滞的她 雅拉突然有些心疼,不过现在老人们的日子是真的不好过 她手脚利落地收拾好了厨房,却在给老太太擦身体的时候 发现了她身上的一个奇怪纹身,像是一个神秘的符号 雅拉没有在意,开始打扫家里的卫生 墙边却趁她不注意,突然变出来了一个蓝色的门 怎么就变灵异时间了 雅拉也发觉有点不对,回头一看 啊,这个门是一开始就在这儿的吗 雅拉进行了一番场事后,却怎么也打不开 止不住好奇的她,贴了上去听门后的动静 突然,门把手开始转动,雅拉吓了一跳,赶紧过去拉住 门把手转动的速度和力道加大,还伴随着撞击大门的声音 雅拉笑坏了,你可是个铁种,怎么能被这种事情吓坏 她赶紧搬来一切能堵住门的东西 然而当她一转身,门又不见了,这真的是灵异事件啊 不过我,我肯定拔腿就跑 但是雅拉身为铁种,她够铁,不能跑 得调查清楚真相 然而下一秒,门又出现在了另一个地方 还吱吱舵响即将被打开 雅拉吓得跑回了老太太房间 然而当她关上门后 原本花白白的门,竟然变成了蓝色 还立马被打开,这不是见鬼了吗 雅拉赶紧拖来一把椅子,堵住了门把手 门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佛号 和老太太手上的那个记号一样 原来,老太太就是内鬼 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雅拉已经成为了瓮中之鳖 老太太正蹲在床底下 眼睛放光地盯着她 多么美好的一个猎物 雅拉拼命想开门 却根本打不开 老太太静止扑向了她 所以一开始在门后要开门的 应该就是她自己了 她是被自己困死在了这个房间 不过讲道理 这样的情景之下 谁敢开门啊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去冒险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的影 下期见啦